一晃眼,徐若萱已经卧床安胎46天,或许是卧床生活太过无聊,徐若萱时常通过脸书剖出美照,并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,引来网友为官。 但日前却有台湾媒体毫不留情地吐槽徐若萱称,见识到了女神怀孕期间原来可以这么娇气。 对于媒体的吐槽,徐若萱忍不住发文喊冤,她解释称,医生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,不允许她下床走路, 即便是不得已的情况,也只能以轮椅代步,自己也只是遵找医生的叮嘱而已,并非娇气有娇情。 徐若萱更是无奈表示,我何尝不希望自己可以向其他孕妈自由来去,我也好想可以去慢慢逛婴儿用品店,感受第一次做母亲的所有完整过程。 徐若萱的脸书已经发出,就有不少网友力挺称,你卧床46天不能走路,你事实就知道多难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